晚间新闻由奔赴赞助播出 奔赴冰389 新年一史及彰显不反格调 这个农历新年以奔赴领赠出手不凡 白宫称俄罗斯随时入侵乌克兰 华盛顿超市枪击一死一伤 反疫苗抗争沃泰华进入紧急状态 各位观众们欢迎收看2月7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我是于心伦 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表示 俄罗斯随时都有可能入侵乌克兰 与此同时西方试图缓解俄乌边境的紧张关系 引发了一系列的高层外交会晤 尽管莫斯科否认任何有机化的入侵 但俄罗斯仍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军队 似乎在为旷日持久的冲突做准备 俄罗斯总统普廷在边境沿线部署的不仅仅是军队 五角大楼表示 如果袭击发生 乌克兰首都可能会在几天内沦陷 成千上万的人可能会因此丧命 对于一千人来说 这种危险让他们想起了冷战 随着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的紧张局势 持续升温 西方正在紧急寻找遏制俄罗斯的方法 为了缓解紧张局势 法国总统马克宏成为 自乌克兰对峙开始以来 第一位与俄罗斯总统普廷会面的西方领导人 在华盛顿 拜登总统也在白宫会见了 德国新任总理奥拉夫斯克尔斯 鉴于德国对于俄罗斯能源供应的依赖 新总理在乌克兰问题上 对抗莫斯科的议员接受到了质疑 目前各方正在进行外交努力 希望对莫斯科施加足够的统一压力 迫使双方缓解关系 消息人士称 新的情报显示 一些俄罗斯官员担心 全民入侵的代价和难度 比克里姆林宫抑制的要更大 随着国内疫情数字的不断下降 多个州区逐步开始放松卫生政策 就在今天 纽泽西和特拉华州宣布 将在近期取消学区的口罩佩戴规定 而不少地方政府也在本周向联邦政府发声 呼吁白宫方面更新卫生指南 以帮助他们尽早摆脱疫情的影响 现阶段 国内的新冠疫情正不断好转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书记显示 美国7天的平均单日新增确诊案例 已经下降至29万例的水平 数字比一周前减少了43% 而卫生部门指出 住院人数也下降了19% 随着疫情数字的逐步下降 纽泽西和特拉华州州长计划在近期 取消中内学区的口罩佩戴规定 国内不少专家表示 根据现阶段的状况来看 这些举措以及行动合情合理 同时在联邦政府层面 不少州长以及国会领导人 也呼吁白宫政局 在近期推出新的卫生指南 以此帮助各个州区 尽早摆脱新冠疫情的影响 我认为政府在意识的是 我们必须要认为这些计划 当时我们开始 把这些制裁的步骤 让人们在尾巴尾的灯 什么时候这些东西被关掉 华盛顿州李其兰一家超市 今天上午发生枪击案 造成一死一伤 警方指出枪手是一名白人男子 目前仍在逃亡当中 而枪手的作案动机 以及具体身份 目前尚未明确 执法部门已经发出警告 并关闭了附近的几所学校 就在今日上午 华盛顿州李其兰地区的一家超市内部 发生枪击案件 并造成一人死亡 一人受伤 警方表示 案件的具体发生地 位于当地的一家 Fred Meyer杂货超市 案发时间 大约在上午11点15分左右 部门指出 枪手是一名白人男子 目前正在逃亡当中 而根据店内的监控录像显示 男子身着格子衬衫和深色羽绒背心 面部佩戴着黑色围巾 并穿着浅色的裤子和运动鞋 由于枪手携带着武器并且十分危险 地区执法部门目前已经发出警告 并呼吁广大民众提供任何线索 来帮助他们将枪手绳持以法 与此同时 案发现场附近的几所学校已被关闭 地区巡逻队和联邦调查局双双参与搜查行动 此外部门表示 枪手的作案动机目前尚未明确 北京冬奥会正如霍如图的举行 美国代表队由来自全国各地的220多名运动员组成 专家表示 食物对你的健康起着巨大的作用 在观看冬奥会的期间 可以从选手的饮食方面 学到很多的健康知识 北京冬奥会正在如火如荼的举行 美国代表队由来自全国各地的220多名运动员组成 专家表示 在观看冬奥会期间 可以从选手的饮食方面学到很多健康知识 这意味着是 一般的健康富贵 给他们的脂肪和脂肪 当他们的脂肪 他们想要脂肪 帮助腹肪 然后帮助腹肪 帮助腹肪 然后帮助腹肪 然后帮助腹肪 或者说吃饭的时间也很重要 他建议不要错过任何一顿饭 适度饮食 健康的另一部分就是 确保你保持水分充足 喝大量的水 让你的身体适度休息 不要过于劳累 健康专家表示 食物对你的健康起着巨大的作用 一个健康的身体可以帮助你成功 睡眠对每个人也至关重要 即使你不是运动员 CDC建议 18岁以上的成年人 每晚至少要休息7个小时 香港新冠单日确止破纪录 下期过后来看国际新闻 加拿大首都沃泰华 聚集了数千人反对强制接种疫苗 世卫抗议迈入了第10天 市长表示 因为抗议的民众人数比警方还要多 市区部分陷入了瘫痪 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此外抗议的队伍 已经从沃泰华 蔓延至金融中心 多伦多等多个城市 加拿大与美国自1月中旬起 实施跨境新冠疫苗强制令 要求往来两国边界的卡车司机 必须接种疫苗 数百名卡车司机 因此组成自由车队抗议 却演变为反对公卫措施 与加拿大总理杜鲁道政府的集会 加拿大首都沃泰华市长华森 今天宣布紧急状态 他在声明中说 现况显示 当前的示威活动 对居民安全与维安 构成严重威胁和危险 凸显其他辖区和政府各级单位 有必要支援 华森稍早表示 当前情况完全失控 因为是抗议民众在发号失令 他们的人数远超过警察 当地警方称 5日沃泰华约有5000人示威 过去9天 抗议民众瘫 沃泰华市中心 并且若干参与抗争的群众 挥舞联盟或纳粹旗帜 甚至还有部分民众扬言 要瓦解加拿大政府 抗争蔓延多地 5日在多伦多 有数百名示威者 聚集在市中心 数量货车停在马路中央抗议 在魁北克 数百民众发动汽车 慢使示威 对于不间断的喇叭声 当地居民相当愤怒 指责警察执法不利 杜鲁道拒绝接触示威者 更坚持政府不会妥协 并声言疫苗政策绝不会改变 沃泰华市议员兼副市长杜达斯指出 民众一致认为 政府需要腰斩司机占领行动 香港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已经先后出现了五波确诊潮 但在过去的24小时内 确诊数达到了614例 创下了历史新高 而传染病研究中心的主任 奥斯特·霍尔姆博士更是认为 中国的禁灵防疫政策 对Omicron来说起不了作用 近期由于阵风中国新年假期 不少民众都返乡回家过年 大量的人员流动也造成了 新冠疫情的进一步扩散 香港自2020年1月份开始 爆发第一波疫情 期间有过多次的反复 出现了总计五波的确诊潮 但根据香港卫生防护中心 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军在今天公布的数据 香港在过去两天的担任确诊数 都超过了300人 打破了两年之内的记录 昨天的担任确诊甚至达到了614例 也创下了疫情以来的新高 根据张竹军的说法 目前绝大多数的感染者 都是遭到了Omicron的感染 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 香港疫情形势并不乐观 但当局对于抗疫依旧有信心 会继续采取围堵式的检疫措施 以切断传播链 他也呼吁民众可以在春节期间 停止聚会或前往亲戚家拜年 但民众却因为疫情导致了恐慌性的购买 可以看到不少超市的货架已经被搬空 中国从Omicron爆发以来 一直采取了一种名叫动态清零的政策 也就是将病毒的传播链切断 但其一直拒绝其他国家与病毒共存的做法 上周五 传染病研究与政策中心的主任 迈克尔·奥斯特霍尔姆博士更是称 中国的防疫政策对于Omicron来说并不起作用 他认为防Omicron就像是防风 这种无孔不入的病毒 想要彻底隔绝几乎不可能 他也认为Omicron对于中国来说格外危险 由于早期的研究表明 中国的科兴疫苗和国药疫苗 对于这种变体并不是很有效果 因此尽管中国在切断病毒传播方面 做得非常严格 但如果疫情失控 对于民众的健康依旧存在着大量的隐患 但中国的科学家们也强调 大规模开放的代价过高 如果不受控制的传播 每年中国的死亡人数将会超过200万 这对于医疗系统来说 将会是无法承受的压力 拉丁美洲最稳定的民主国家之一 格斯大利加昨天举行总统大选的首轮投票 本届共有25人参选 在完成约6成的计票之后 前总统费盖雷斯27%左右的得票率占据第一 人口500万的格斯大利加 通常被称为拉美地区最幸福的国家 观光业蓬勃兴盛 还是绿色经济的领头羊 但该国近年来努力应对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 十多年来失业率一直稳步上升 至2021年已高达14.4% 周日长达12小时的投票作业在晚间6时结束 最高选举法庭表示 在完成63%的计票之后 中间偏左政党国家自由党的候选人 现年67岁的费盖雷斯获得约27%选票 得票率占据第一 费盖雷斯曾于1994到1998年担任各国总统 不过任意候选人需在首轮大选就拿下四成选票 才不用举行第二轮投票 否则得票率前两名的候选人 将在4月3日的决选对决 预料最终大选赢家将着手处理逐步恶化的经济 一般认为 执政的公民行动党政绩不佳 注定在本届大选后遭遇惨败 现任总统奎沙达的领导下 各国经济陷入了困境 政治分析家表示 在连任两届之后 总统的反对率来到72% 这是自2013年首度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准 哥斯达利加的贫穷率达23% 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毛额7成 随着新冠疫情重创重要的观光产业 各项问题已然恶化 北加地区气温近期奏降 不少水域大规模的结冰 许多民众都前往溜冰游湾 塞拉县有6名溜冰者发生了意外 导致1人死亡 2人受伤 警方警告 气温不断的变化 各地的水域结冻程度都不相同 为了安全起见 居民最好还是远离此类的场所 上周末 北加特拉基地区气温骤降 多地居民在当地冻结的湖泊上溜冰游湾 然而 在树荫里开外出的水库当中 6名溜冰者却发生意外并坠入水中 塞拉县执法部门立即做出回应并救助5人 虽然其中两人只受了轻伤 但一名溜冰者却下落不明 就在昨日 执法部门派出潜水小队 并找到了最后一人的尸体 警方表示 即使气温寒冷 地区居民仍然不能掉以清新 执法部门指出 由于地区气温不断变化 湖面和水库的冻结程度也各不相同 不少居民指出 他们已经对此采取了安全措施 然而部门强调 为了安全起见 地区居民最好还是远离此类场所 现在的车辆买卖存在很多的骗局 不仅可能会损失数千元 同时最终也没有买到需要的交通工具 近日的网络会议就提示 准备购买汽车的人远离骗局的警告标示 主讲人同时谈论 如果你在觉得交易中受到欺骗时 应该要如何处理 据报道 城县汽车盗窃专案组警告居民 自去年夏天以来 一个网络骗局已经导致全县数十辆汽车被盗 从去年9月到11月 塔斯廷警方共报告了 辖区内15起汽车盗窃案 申安娜警方调查人员表示 他们在去年9月逮捕了相关案件中的一人 在城县西班牙语社区是这一骗局的主要目标 此类案件通常涉及受害者的车辆来运送物品 嫌疑人在公共场合会见受害者 称需要借助他们的车辆来完成工作 警方表示 任何有意愿参与的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 但这些嫌疑人似乎更想要SUV卡车 或其他需求旺盛的车辆 车辆通常是人们购买较昂贵的东西之一 然而通常会遇到一些骗局损失数千元 最终没有买到非常需要的交通工具 如果他们在进行交易时不小心的话 从误导的广告以及不时的宣传销售 到合约里非常细节的小条文 都可能导致金钱损失 有假的网上汽车销售到贷款反转的骗局 也层出不穷 近日的网络会议就提示 准备购买汽车的人远离骗局的警告标示 主讲人同时会谈到 如果你觉得在交易中受到欺骗时 应该要如何处理 本次的会议是联邦贸易委员会 今年以来警示多元化受众 有关消费者欺诈的 少数族裔新闻媒体倡议计划中的一部分 They are also, as you likely know, one of the most expensive and complicated purchases many people will ever make That complexity leads to issues As Sandy said, Americans report vehicle-related problems to the FTC quite often Last year, vehicles were the fourth highest source of non-fraud complaints to the FTC with nearly 100,000 people reporting these problems And sometimes vehicle issues harm specific minority communities 谢谢过后让我们来看前进华尔街 欢迎回到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来看今天的前进华尔街 好的主播 我现在人在纽约 为您报道今天2月7号 新一美股收盘的最新情况 中一美股市开高震荡 收盘涨跌不一 本周在等待更多企业财报 和最新的通膨数据之际 今天开盘时主要股指是小幅高开 不过随后就出现了震荡的走势 食品加工商Tyson Food Tyson食品受惠于肉类价格 上涨今天盘前公布的财报相当不错 上个季度的营收获利都优于华尔街的预期 并且也看好全年的销售额会落在指引范围的上半段 今天收盘时股价涨了超过12个百分点 玩具商Hasbro 海之宝 赵亿代码HAS也公布财报 他们上季度的财报表现虽然优异 但是今天收盘时股价跌了近一个百分点 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56%的标普500成本公司 公布了季度收益 这当中79%的利润是超出分析师的预期 77%的营收超出预期 而上周脸书的母公司Meta 还有亚马逊等重磅科技股公布的财报 在市场可以说是掀起了阵阵的波澜 那么本周接下来还是有相当多的大型公司 包括像Disney Uber Lyft 还有辉瑞和可口可乐都会陆续公布财报 势必也将影响到美股接下来的走势 接收盘时股指是涨跌互见并没有明确的方向 倒置收盘小涨1点 报在35,091点 标普白指数跌16点 收报在4,483点 纳指跌了82点 最后收报在14015点 经济数据方面 今天没有重大的经济数据 不过周四即将公布的是 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会备受投资人关注 经济学家现在普遍预计 在1月份的CPI年增大约在7.3% 会再创40年来的最快增速 个股消息方面 首先来关心的是Peloton Peloton交易代码PTON 收盘时股价大涨了超过20个百分点 收报在美国29.75美元 今天有多家媒体报道 电子商务巨头 亚马逊还有运动品牌Nike 都有意要收购Peloton 但是知情人士也强调 两家公司都尚未与Peloton洽谈 内部的评估还在初步的阶段 再来关心的是 Sperial Alarm交易代码是SAVE 今天收盘时股价涨了17.17% 收报在美国25.46美元 全美最大的两家廉价航空公司 边疆航空跟SPIRIT 精神航空今天传出 同意要进行合并了 那么合并之后 会成为全美第五大的航空公司 这笔交易的价值是66亿美元 由边疆航空控制 合并之后的新公司 51.5%的股份 至于SPIRIT 会持有剩余的48.5% 两家航空公司预计 交易会在下半年完成 以上是华语电视记者文威廉 在纽约所做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就是今天2月7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于昕伦 在新闻最后要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